猎王记下第二章 耶和华将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往天上去的时候 以利亚和以丽莎一起离开吉甲 以利亚对以丽莎说 你留在这里吧 因为耶和华差派我到伯特里去 以丽莎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事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他们下到伯特里去 在伯特里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丽莎 对她说 你知道今天耶和华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吗 她说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别再多说 以利亚对以丽莎说 你留在这里吧 因为耶和华差派我往耶利哥 她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事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他们来到耶利哥 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前来见以丽莎 对她说 你知道今天耶和华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吗 她说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别再多说 以利亚对她说 你留在这里吧 因为耶和华差派我往约旦河去 以丽莎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事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他们二人继续前行 先知门徒中 有五十人跟着他们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他们二人在约旦河河边站着 以利亚拿着自己的外衣 把她卷起 击打河水 河水就左右分开 他们二人就在干地上走过去了 他们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丽莎说 在我没有被接离开你以前 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你尽管求吧 以利亚说 求你使你的灵 双倍地临到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是一件难事 不过 我被接离开你的时候 如果你看见我 就必得着 否则就得不着了 他们边走边谈的时候 忽然有火车火马 把他们二人分开 以利亚就在旋风中 被接往天上去了 以利沙看见就喊叫 我父 我父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跟着就不再看见她了 以利沙抓住自己的衣服 把它撕成两片 她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就回去 正在约旦河河边 她拿着从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击打河水 说 耶和华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她一击打河水 河水就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走过去了 那些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在远处看见 就说 以利亚的灵 在以利沙身上了 他们就来迎接她 俯伏在地拜她 他们对她说 请看 你的仆人这里 有五十个壮士 请让他们 去寻找你的老师 或者 耶和华的灵 把她提去 丢在某一座山上 或某一处山谷里 以利沙说 你们不必派人去了 他们恳求她 使她不好意思推辞 于是她说 你们派人去吧 他们就派出五十个人 寻觅了三天 仍然找不着 于是 他们回到以利沙那里 那时 她还停留在耶利哥 她对他们说 我不是告诉了你们 不必去的吗 那城的人 对以利沙说 请看这城的地势很好 要是 你也看见 可惜 水恶劣 以致此地没有出产 以利沙说 给我拿一个新碗来 里面要盛点盐 他们就把碗拿给她 她就出去到水源那里 把盐倒在那里 然后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已经 医好了这水 从此 不再有人死亡 地 也不再 没有出产了 那水 果然 治好了 直到今日 正如 以利沙 所说的话 以利沙 从那里 上伯特里去 正沿路上去的时候 从城里 有一班年轻人 走出来 讥笑她 说 秃头的上去吧 秃头的上去吧 以利沙回头看着他们 奉耶和华的名 咒诅他们 于是 有两只母熊 从树林里走出来 撕裂了他们中间 四十二个年轻人 以利沙从那里 上加密山 又从加密山 回到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